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 怎么看 今天这一集想和大家说一宗 都挺好笑的新闻 阮文安这个名字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在19年的时候就是一个暗星 虽然有一两首歌都有少少名气 接着到19年的时候 当正自己是大英雄大明星 接着又说出来酬钱 最后被人踢爆了原来是验钱 甚至乎就是有过大海玩两手的嫌疑 当然过大海就不是罪 但是你验钱去过大海的话 那就是很欲酸的罪 最后证据确作, 坐监 坐完监出回来之后他就说自己移民到英国 当然, 像这个人的尿性 去到英国仍然仍然厚着面皮叫人给钱他之余 他亦打了一大篇文 就说国安一直想用钱去收买自己 老实说, 我觉得很好笑 因为这个人本身就没有诚信 对吧? 当一个人连钱都骗得 还不是骗你一两个水 是说几万几千几十万去骗的人 他会继续去说大话 帮自己增添光环 去抹黑一下国安 去抹黑二十三个人 有什么好奇 所以今天就去和大家看看他那篇文 顺便一路分享一路笑一路踢爆他的大话 在节目开始之前 大家记得留言、订阅、赞好 将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掃描隔离的二维码 每个月用十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和记得按隔离的小钟仔 那我们今集节目就正式开始了 他就说当大家看到这篇文的时候 他就已经去到英国了 并且就说相信有生之年 都不会回来香港的 好了, 接着他就说 自己下定决心离开香港 就是在二十三条落实的那一晚 很明显这些又是增加一些 自己传奇的色彩 因为他就这样跟你说 没有啊, 我想着走啊, 没有特别日子的话 那整件事不够戏剧性的嘛 所以他就把些东西捏到二十三条那里 还有大家要知道 阮文安都没有被人用国安法去告那些 什么勾建外国势力啊 什么资助外国组织啊 还是不知怎样的那些 很明显就是说 他是骗钱而已 所以无论是国安法也好 二十三条也好 远远都没轮到他了 然后阮文安就说 他就曾经听过很多的谣言就说 好像我们这些 在政府在国安心中有影响力的人 是会不断被人家控罪的 不能够出狱 直至去到影响力变零 又或者被遗忘为止 然后在他9月29日放监之前 他就一直都很担心 他就说自己会不会是没办法出狱啊 很恐惧的 很担心国安一直会来监狱找自己 结果呢 他就说了 国安就在9月28日下午3点来找自己 他就说了 自己全身都震过猫王 不过我觉得很搞笑的 如果你是一个从来没进过去坐的人 你说要进去坐了 你害怕了 你把所有东西都震过来 我都觉得正常 但阮文安你本身已经在坐 当然我知道 如果你说再加监 那当然是不好受 但是哪会就说震到猫王 那如果你被人说加监 你都震到这样 那你当初进去坐的时候 你不是什么眼泪 什么什么全部都飙出来 对不对 好了 他就说了 哎呀自己真的很害怕 然后就见到有两个国安的人员 拿着两个很薄的记录进来 他就说了 当刻自己的心情就轻松了些 因为他相信如果要加控他一些罪的话 就应该拿一大堆文件 一大堆的证据进来 就不是两个很薄的记录 然后他就说了 那两个国安就是和自己说 不是加理控罪 反而就是一些更加意想不到的东西 那在未开估之前 我也想说多一点点 其实如果你是认同他说话 真的觉得一个人这么容易可以加控罪的话 那就等于原来大家会受到他洗脑就是说了 原来香港政府 香港警察很容易去砌人生猪肉 当然你说警队过去这么多年的历史 曾经有个别个案 这些我不否认的 但是整体上来说 九成九 如果你没有做错事 我也很想看警方可以如何去砌人生猪肉 还有如果真的砌人生猪肉去强加控罪的话 很简单 对不对? 这些阮民安都骗了很多钱 请个厉害的律师 到时便可以将这些恶劣的行为 公诸于世 素诸于法律 甚至乎就是说 告政府拿回一大笔赔偿都可以 对不对? 好了,那为什么阮民安他会说自己很害怕呢? 很明显这些人是什么? 他还有坏事是做了的 不过是未被人揭发 所以他担心就是说 万一再被人揭发 自己再做其他坏事 东窗事发的话 刑期就会不断被人加进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人他真的很不老实 他经常用些说话包装自己 就说 好像我们这些有影响力的人 国安会怎么对我? 老实说 他算什么新鲜萝卜皮? 因为就算在黄圈来说 19年他骗到人 但自从 越来越多证据显示 他真的骗钱骗人的时候 哪怕在黄圈 其实他也是一只骗钱的过街老鼠 他居然说 觉得自己很有影响力 所以这个我觉得绝对是谎话 这个人是尝试把自己和周庭 放在同一个水平 老实说 周庭当然也是一个女魔头 但阮文安只不过是 BOSS下面的小老鼠仔 然后自以为自己能够 跟别人同一个level 这些很明显是自卑到自大的表现 还说什么? 因为自己有影响力 所以我怕到震 然后我们继续去看笑话 阮文安打了一些对白 他就说 国安跟他说 喂!Tommy 想不想回去大陆发展? 如果你想的话 我们可以帮你安排 可以和你一起去 你其实一直都是做娱乐工作 只不过是你19年太串 又帮那么多年轻 上面才搞你 你出来也要用钱 可以给个价钱我们 我们研究一下 无谓和钱斗气 即是表示 上面觉得 如果你出来 肯帮我们做宣传 讲座 会有很大的回响 你考虑一下 我们怎么合作都可以 你看看 布泰的老闆都气暗投明 然后他还说 之后还有一些更加爆的对话 不过他就会在自己的收费频道 Patreon里面再分享 这里也进一步显示 就是说他又想再加水 不要紧 他没有所谓再爆的内容 不要紧 我们正是就着这里 和大家分析一下探讨一下 其实你说用钱 去令到一个人回心转意 我假设 真的假设 因为我觉得 其实都是他作的 但是 我都假设 真的用钱去收买一个人 这一件事是存在 我假设你是一个有脑的中高层 当你想用钱去收买一个人的时候 你会有什么标准去选一个人 你不是说 谁人都给他钱 全香港这么多人 你能给谁 很明显 选择的人是有价值的 还有 要做那些气暗透明的标准 起码那个人的道德都要正常 你找一个说大话 骗钱而入獄的人 现在转头出来说爱国爱港 等于令到我身份都被人抹黑 到其时那些人又可以捉住 对吧 阮民安爱国爱港 你看看 爱国爱港那群死老千 连我的身份都拖低了 我也嫌他臭 哪有可能用政府钱 用纳税人的钱 捉老鼠入米缸 如果阮民安真的说爱国爱港 你就想想 这个人肯定会到处去问人借钱 不如你爱国爱港 你捐回几千给我 让我创作更好的歌 帮忙去说好中国 说好香港故事 你想想 哪有可能给钱 这些人过来转阵营的 对不对 还有 给钱是换不到真正的改变的 你给钱 叫人家对着我镜头爱国爱港 这些最多是叫做打份工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其实一直以来 都有一些不出名的年轻人 十八二十二年轻人 因为19年的事情入育 程教署在这方面 其实都有一些课堂 给这些青年人 年轻人 可以去改过自身 好好反省 之前《井仔》怎么看呢 都跟大家分享过 一两个话题 如果你真的想一个人 好好反省 你需要付钱 你叫他在坐牢的时候 要在这些学堂里 好好学习 然后再去在镜头面前 拍一些节目 就可以了 不用付钱 不付钱 都同样可以做到 对不对 你在监狱上堂 拍你上堂的样子 然后叫你再说几句 上完这个国安课程的感受 一样做到 需要什么就是 要等你走到出来 放了牢出来 才慢慢再付钱去收购 你想想从效率上 从安全性上 从稳定性上 这件事都是完全不合理的 还有大家想想 像这些人 会贪钱 贪贪不要紧 他还要犯罪 大家想想 这些人的脑子 一旦你真的付钱他 他会怎么想 他甚至会威胁国安 就说 你付钱我 即是我有你把柄 如果你不是每个月 稳定付钱我 到时我把你付钱我 这件事爆出来 令到你更加难堪 那你想想 你作为一个管理层人员 你会不会笨到 去付钱人 去被人捉住自己把柄 所以我也挺肯定 他说国安和他聊天 用钱收买他 这件事没什么可能 因为就算是周庭也好 他都没有说过 就是说国安给钱收买他 是说 国安的陪同之下 带他去到深圳 去不同的地方 去参观学习和拍照 很明显周庭说的 都合理一点 如果你说用钱去收买的话 你想想 你收买周庭 还是收买这个阮民安 我们从一个实际 商业的例子去想 你都知道 所以这件事真的很搞笑 好像阮民安这些 这么肉酸的人 得罪说句 给钱他叫他 不要黏起来 对吧 接着他也说 阿布泰的老板 都气暗投明 这件事还好笑 因为阿布泰的 是和初选案有关的 你想想 一些案件 但凡牵涉的人数 比较多 总会有人希望 能够做污点证人 希望可以求情减刑 说到底这些 都是为了自身利益去计算 其实和所谓的气暗投明 都不相差 还有大家如果有看新闻 又或者有去关注相关的事 都感觉到 究竟阿布泰的老板 是不是真的这么关键 是不是没有了他一个人 原来全部人都可以放出来 完全没有罪 很明显不是 所以这些像是阮文安 自己看完报纸之后 再把资讯收集 再去作故事 去抬举自己 好了 继续再看故事 阮文安说 当初听到国安的人 和自己说这些事的时候 他心想就说 你们是不是傻的 你们冤枉到我进去 坐了20个月监 现在千辛万苦挨完 你就过来跟我扮朋友 叫我合作 叫我过底 完全是相信这些人 是没有带过老板上班的 然后他就说 自己当时忍辱负重 所以就没有给 任何错愕的表情 或者鄙视的事情 因为他就说 自己在国安面前 就永远都会有限度妥协 因为人家随时可以 再令自己 新入牢中 他就表示 自己当时 只是希望可以 顺利出狱 听完一大堆东西之后 就问他们 就说 我暂时没有这方面的打算 我只是希望 明天能够顺顺利出狱 他就表示 最后自己很幸运地 能够顺利离开 不过他就表示 心中都有一种恐惧 一直没有离开过自己 接着他就说 自己出狱之后 其实每个礼拜 国安都会打电话给自己 WhatsApp自己 去查询一下自己的状况 也会约自己见面 他就说 情况就像拍戏 会找一架密封的七人车去接自己 接着 不停努力地游说自己便捷 然后他就说 自己很聪明 我每次都会耍走国安人员 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想多了 说到自己出狱 明明他不像钟汉林 真的有法定的规例 需要定期去接受一些辅导 或者不知见面 他明明是放了牢 就什么都没有 接着又说到自己这么好待遇 有这么多公务员过来关心自己 找自己聊天 还会开一架很高保密性的七人车 你信不信 除非你说 那个人是社会上流人物的 如果你不是上流人物 你哪有这么多这些专人服务 接着又说 哎呀给钱收买我 开个价格出来 老实说 这些人都有钱收 好像我这些平民出身 我都算爱国爱港 我这么久以来 我连条毛都没有 甚至乎是说 我自己贴钱出来 是坚持说好中国说好香港故事的 我真是不信 就是说 连我这些人 连黄豆 也没有的时候 接着国家 接着政府 国安 会选择把资源 放在这个废人上 你真是别搞笑了 老实说 你拿当中一半的资源给我 我肯定做到更多说好香港说好中国的事情 因为有资源我可以找人帮忙 那些东西可以不单只做得到 更加可以做得好 所以我自己真的不相信 即是国家政府 会将一些那么珍贵的资源 放在这些那么垃圾的人上 好了 接着阮文安就说 自己离开了监狱之后 情绪病就起了 很多时一个人就哭 明明看小片的时候都流眼泪 每晚发恶梦磨牙 每次家里的门钟响都觉得是国安的人去抓自己 完全心态走不出来 后来医生诊断后就说 自己是确诊了招累症和PTSD 不过幸好他就说自己的情况还没那么严重 但是状态一日比一日差 他就说自己很想留在香港 但是遇到万般阻撓 然后还有23条 所以就决定离开 因为活了44年的香港 估不到原来阮文安已经44岁了 好了 阮文安就说到自己有多不舍得香港 然后又说 未来去到英国会有什么奇遇呢 自己都不知道 但是自己就可以高呼一声我自由 好了 接着就说了很多嘎嘎嘎嘎嘎 好了 接着就去到重点了 他说去到最后我就想说 我之后会很努力很努力在英国 在英国继续用片段文字和音乐作品 去做自己坚持和相信的东西 自己从来没有开过收费频道 也很少去请求大家支持 不过今次就真的很想求大家去支持一下自己 然后就说 如果各位支持我 就可以去订阅自己的Patreon 在里面就会分享更多 大家有兴趣想知的真相 内幕 日常 甚至乎就说 只要你给的钱够多 你的会员级别够高 就可以收到自己的手写信 和和自己的独家视像通话 还说大家的订阅会令到自己在英国的发展变得更加好 还有又说什么会照顾手足 为当地的学生提供援助 好了 其实说到尾就是说 自己移民了去英国 但是没有钱花 所以就作了这么大的故事出来 就去问人拿钱 因为你这么直接去问人拿钱的话 没人给的嘛 所以他才要在前面铺牌这么多的故事 去塑造自己 毁人的形象 但是其实这些都是搞笑的 因为始终他被人发现 喂不是啊 你拿手足点钱去赌啊 是不是啊 其实2024年的5月 还在玩这一套囚棋 我觉得他是完全浪费的 如果撇除政见去看阮民安的话 老实说我觉得 全香港人去看阮民安 其实是和看张志恒夫妇差不多 即是他们每天在怨天怨地叫春 每天尝试在那儿骂一些新闻出来 但是呢 大家都是无动于衷 都是看笑话的 是不是 阮民安自以为自己 坐牢后出来 必定有光环 我觉得他想多了 而且现在香港人 一定是没那么容易给钱这些人的 因为之前也有些情况就是说 有些香港人订阅了某些海外频道 给了少少钱某些人之后 最后就被人抓了 你说了 其他人还会不会给钱阮民安呢 他还要说到自己和国安这么多关系 是不是 还有了 有一件事都想在这里提醒各位观众 小心点 当然了 这一条片你能够看到这里 我猜你都不会是支持阮民安的那些人 但是呢 都要小心一个小小的陷阱 因为有时候我都见到 有些人 即明明大家都一定是正见一样的自己人 但有时候 他们可能见到对家的人分享的东西 很生气 然后呢 就叫做 复制贴照 分享在群组 或者在Facebook 或者在群组里面 就说 哎呀 你看这个人多坏啊 我要骂爆他 接着呢 贴了别人的内容在里面 就不断骂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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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真的要小心点 虽然我们也知道 本意 你不是想帮那些人宣传 你是想集结更加多人去骂他 但是呢 也是有机会惹祸上身的 我呢 不是说想去恨大家 但是呢 又不是有任何好处 无论把自己放在一个有风险的地方 所以就算想骂爆这些坏人也好 不要转贴他们的任何内容 因为曾经有人说转贴过他们的内容 杯葛选举,叫人投白票等 最后就真的被人逮捕了 那需要不需要坐牢?不知道 但是惹上官非就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些这些人 他们就很喜欢滑大饼,诸如此类不断去骗钱 甚至去到英国的时候 可能又会说自己偶遇到什么英国港人 然后又说,哎呀,有些人很支持我Tommy自己 我现在去到外国的时候 就能够随心所欲去说话 所以大家就应该要更多支持我阅民安 千万,总之这些蜜蜜蜜的事就真的不相信 还有这些人究竟他是不是真的被国安逮捕都不知道 因为你普通骗人钱的话,究竟是不是国安呢? 还有好像阅民安这些人的肚子那么臭 如果你说真的闲黑暗兵法的话 是不应该叫他转贷的 是应该叫他继续潜入去王圈 收集更多的情报 有没有知道那些什么人在香港呢? 全部都築出来 让我们可以去抓人 总之阅民安这些人都是作得就作的 还有来到2024年的时候 其实我自己都知道 香港都少了很多所谓的政治新闻 就算你说好像我们这些时事评论 很明显有分黄蓝也好 但是都越来越少人说 那今集是一个例外 因为今集真的说阅民安 其实那些人还想继续去靠政治找食 那都是难的 就算我只是说我们这边的圈子 如果你说自己口才真的不是那么好的 又或者是那些资料准备 一些的表演方式做得不是那么好 观众不是那么喜欢的话 都已经很难就是说 我爱国爱港我男的我出去做过做过什么 去捆住一班观众去支持自己 来到现在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那个市场是越来越严重的 当然我们属于男的那边 我们的言论空间 范围那些除了不断萎缩之外 观众对于我们的要求 其实也都越来越高 例如说 觉得你说得没那么动听 觉得你准备的资料没那么好 都已经就是说会选择去放弃你 所以这段时间 以前靠政治找食 然后没料的人 开始就是说 会陆陆陆续续现形 留得回到那些 要摩就是说 后面他们就还有势力 再不是的话 再留得回到那些 真是实打实的 即是烂船都有三斤钉的人 而且以我所知 在以前来说 有些情况是比较猖缺的 即是无论黄也好 即是会打着一些政治旗号 去找着素 去找人捐钱给自己 不是说好像我这些 每个月捐十元 因为呢 每个月捐十元 其实就真的发不到达的嘛 是说可能 狠狠地找人 即是见你 哎呀你可能中产 你可能有些钱 那么几千几千 这样去杜德勒索人的情况 我自己都有听过的 不过现在呢 这些情况就越来越少了 总之呢 无论听谁都好 千万不要令自己 身陷法网 我想走完阮民安之后 香港都好像比较出名 叫得出名的那些 都好像走了 又或者是坐着 随时就是说 过了这件事之后 都不会再有下一个 我估计 因为真的个个都好像走了 没记错的话 好像只有一两个还在香港 不过暂时都未听到 他们什么被捕消息的那些 好了 今集的吹水就来到这里 大家在下面留言聊聊天 我们下集再见 好 是这样 拜拜